加吉市当区合政事务所 原本设计当市长大楼一楼的并民合部站 因为中队太过的 为了合并众策工停车更方便 由七月中旬开始 就外交加吉市政府一楼 设立新的合部站 提供宣办与案件的民众 竟然快速变成的合部 当区合政事务所 为了加强合并的合并 当区四楼宣办案件的任条 对到十四年开始 在当市长大楼一楼中 定空间设立并民合部站 提供宣办与案件的民众 竟然更快速方便的合部 但是因为临近当市长 出入的人条中的 空间上过的民众停车也不方便 所以特别在当区四楼一楼 先设立并民合部站 东区护政事务所的便利负战 原来是设在护政事务所的一楼 那一楼那边因为狭窄 非常的狭窄闷热 因为是开放性的空间 没有办法有空调设备 那我们就有市政府行政处 还有公车会民政处的协助 他愿意提供给我们一个这样子的座位 我们就想说 那就把那个便利负战移到这边来 移到这边来的好处是宽敞明亮 然后停车方便 为在当区四楼一楼的新的北民合部站 合部时间是每周一到五楼上午的八点到十二点 下午的点半到五点 合部的行务是修理 选合合集成本的签页 和提供给政法人资设备 设设备 设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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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计 会可以提供市民进到有一个签页环境 欢迎市民朋友多多利用 世新新闻中协访王小山和二次蔡宏博德